拥有马林披萨窑 菜园生态池 以及贡荣市游具的马林国小生态园区 去年落成启用 让全校师生都非常开心 不过生态园区内的步道 却因为经费不足没有完全弄好 只能是烂泥巴路 今年在基隆市议员张耿辉 持续争取经费支持下 总算整件完成 铺设成为碎石子路 让校方非常感谢和感动 还有我们整个道路 过去是烂泥 然后我们现在有一些个 很好的一个安全的碎石步道 然后我们这边荷花也都开始开放 然后这里的生态也都慢慢的回来 还有包括我们有各种的蜻蜓 那小朋友在大下课的时候 我们有30分钟大下课 就是小朋友最爱 然后这边有一个自然农园 然后我们的义工也可以在这里 享受他的一个自然农法的一个实践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的神圣子命 那马林国小在前几届的时候 本来是因为学校人数不足 要即将面临猜测 那经过肯会在那时候在议会有提案 及我们全体议员的支持下 那也把它保留下来了 到目前为止招生数都非常的爆满 所以显出学校对教育的付出 那也家长对于学校的一些教育的肯定 我想在这边真的非常开心 能够当初决定把它留下来是正确的 占地大约五百坪的生态园区 位在马林国小旁边 两年来经过校方全力要地整地规划 以及张耿辉议员经费易住下 去年落成启用 今年张耿辉持续争取经费完成步道铺设 让马林国小学生可以利用大自然环境 作为户外学习教室 寓教娱乐快乐学习成长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